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而且今天第一件事先跟各位报告 各位来看一下这边的标题 那么这边的标题有些字我都省下来了 比方说四大什么你应该猜得到了 八大什么你大概也知道了 什么XX基金 你应该猜到我在讲些什么事 当然跟这个整个护盘机制 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关系 但是这个护盘机制我怎么去看它的 或是这个护盘机制从这个所谓 当时金融海啸陈冲院长那个时候 怎么样去把它组织起来 这中间有什么分门别类性质的工作 甚至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有掌握到它们本身的一些状况呢 由于必须要这么说一件事 不太方便在这么公开的地方说 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真 跟各位来分享 那么请各位来做一个所谓的了解 各位说句 相信我对这个国安基金 真的能够了解它的一个情况 相信我在这个市场上面 已经超过了27年 在这个做抄盘的经验 对国安基金至少我们交手过 虽然每一届每一届的委员会有些不同 相信我对这个国安基金了解的朋友 你就来要这份传真 可能我必须要这么说 对各位的帮助可能会有效 甚至蛮大的这一点 我要先跟各位来做报告 第二件事情 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情形 的确也超乎了后面 大家所思考的一个预期 坦白说一件事情 当国安基金进来的时候 通常过去我会跟各位讲说 凡事有国安基金去等 但是各位注意 今天的行情里面 尤其是在今天的尾盘 我还真的稍微有点被吓一跳 但是我这么形容一件事 各位先从这边来看好了 假如你是在这个附近买进景硕的 假如你是在这个附近买进连电的 甚至我也跟各位讲 好了我今年以来几乎没有去买台积电 结果这次反而是台积电的距离比较远 但是说实话一点 就那么420块到395块钱 我还能够挺得下去 假如说各位这次是在一个低档附近 来做接股票的行为的话 似乎感觉上这几天的一个大跌 好像跌再多跟你都没有很严重的关系 都会觉得是被拖累 你觉得对不对 你再看一次 你再看一次 是不是觉得被拖累了 而且今天的台积电听说法说会不错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报告 甚至台积电会不会太过火了 我也正在观察这个问题 那么对跟不对 我想我在节目上都会很公开的跟各位来诉说 跟公开跟各位来承认 那甚至各位看到没有 今天R2618长龙行 我是9月22号就跟你讲说观光股 你等一下你一定要赶快走 从我喊走 9月22号喊走之后 到现在为止观光股真的就是一路上往下滑 而我是真正的最低档请你进场做观光股 一路上上来涨了2.67倍 100万变成367万的那个 当然我必须要这么说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做得多好 跟现在的行情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只能跟你讲说 可能就经验上面 因为多了这个国安基金 怎么讲出名字来了 跟着这个XX基金 基本上来说的话 那么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注意每一个基金它操盘的手法 都会有所不同 而股票市场里面最麻烦的就是这个手法 各位今天各位没有觉得有一件事蛮奇怪的吗 台湾股市现在是雅股跌幅的第一名 日本股市只跌了多少 只跌了0点 我计算一下 好像还不到0.04%左右 0.04 0.05 我们台湾股市今天的跌幅 是日本股市的4倍 是韩国股市的2倍多 我们今天干嘛后面又跌这么一大段下来 而且跌下来的时候是全雅股第一名 会不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 先把最坏的东西全部都给它跌下去之后 那我只能讲这句话 可能也许是这样子 美国跌我们明天不必跌 美国涨那我们就可以涨 是不是用这个方式呢 我觉得这个方式不见得是很好的 但是我只能就结束来跟各位来讲答案 因为毕竟来说的话 我们必须要想到一件事情 让我们觉得这个市场上面 还是多少会有疑惑的地方 我只是提出我的疑惑 我不敢质疑主管机关 那么假如市场上没有护盘 也不要有限空令 我相信基本上大家想做什么做什么 这都很公平了 但是重点在这个地方 有了护盘 而且这个还是我们大家的钱 那我这样能不能讲 如果你今天结果呢 我们如果说讲句最实在一点的理由 结果呢 这整体性的盘势 我们并没有比韩国 这韩国怎么没有K线 没有比韩国来得更强的话 也没有比日本来得更强 也没有比其他国家来得更强的话 那就好像不用护了嘛 那是这个情况吗 还是可能你今天看到我这个传承里面 还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将来在课程上 我明天再公布 那这个部分可能有相当程度 甚至呢 大户有的时候会跟你玩捉迷藏 你已经讲了 好你股市不好 我会更强的话 就让你更不好 会不会这个情况 我们就必须要从这个角度上面去想 所以今天行情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疑惑 我相信只有我在讲行情的啦 剩下的朋友呢 大部分就是跟盘讲盘 反正跌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行情一定要大跌 那涨的时候就说 这个行情要大涨 没有意义 现在不是让你看指标的时候啊 KD指标要下跌 我跟你讲一件事 他们几个看指标吗 四大基金八大韩库 国安基金看指标吗 如果他们不看指标的话 他们看指标的话 就不会在7月13号的时候 就开始互盘啦 所以有些事情 我们只能从这里跟各位讲 那这可能是你必须要注意到 我今天传承稿会跟你提到 甚至呢 我们今天分享的资料会提到 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啊 在于几个重要的一个火车头的情形啊 这是手法之一啊 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台湾股市有很少 有一些小白朋友啊 真的不知道 你他很多人都知道台积电最大 那台积电占指数的多少 台积电占指数的26% 第二名是鸿海占3% 那么第三名是中华电信占2% 中华电信通常不会涨跌 那么这2.1% 还有台塑化 其实还要再加上一个2.4%的长龙 因为长龙 阳明 湾海 常常三个加在一起啊 所以这六个来讲的话 等于是决定台股的前面 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 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今天今天为什么我说 我真的有一点觉得很奇怪 台积电有跌得像大盘这么多吗 鸿海有跌得像大盘这么多吗 联发科好的坠落 有像大盘这么多吗 那如果这些代表的是国安基金 这些代表的是你 或者说市场上面的散户 或是你的老师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 当然了 如果你买在15,475点 当初我就讲了很多次了 你买在15,475点的时候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拿刀逼你把股票交出来 天啊 真的这个有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改变了事实啊 但是如果你是买在前面这个低点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各位注意一下下 基本上各位看一下长龙有跌那么多吗 甚至联电也有跌那么多吗 所以呢跌小不跌大 如果今天这个行情 有的时候今天大盘 那我今天有听到一个 哎呀又要讲到的 反正就是现在发言都是他们嘛 反正就有人讲说是外资卖的 如果外资卖的话 我认为这无党股票会跌得非常的惨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啊 看起来不像是外资卖的哦 有可能是第一个投信 投信会停损 投信我早就说这地方可能会出现停损的一个 不是这个3443 看到没有 这种3661投信会停损 还有甚至8050都丢出来了 8114都丢出来 这个投信可能停损 第一个部分是投信停损 因为可能有赎回的卖压 都没聊了 第二件事情来说的话 有可能是散户 还有投顾 我从来没叫你去买这些啊 股票市场里面哪些东西是对的 哪些东西是错的 我很清楚啊 结果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没有发觉啊 下午 这我下午一点钟 我都发现都奇怪了 上海股市还在翻红啊 那么这些啊 上海股市翻红当中 而且呢 整个一个亚洲股市里面 台湾是跌到最多的 可能真的我只能告诉你这句话 或许啊 你也说老师你也套牢 对我套牢 我敢跟你说 而且套的不算多啦 可不可以 套的算是勉强可以看 像这个还没有套到 知道没有 这个还不算有套到 这个后面这里有套到的 我敢跟你讲没有问题 但是也有没有的 也有没有套到还赚钱的 但是我这么形容一件事情 虽然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不是我要的一个情况 我要的是要股票一直涨 但是各位会不会先跌来当本钱 尤其是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啊 这一次来说的话 今天可能是投信的一个停损量最大 因为各位看到没有 投信是在什么地方开始买进 你把他对上去的时候 答案是15475 现在答案出来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为什么这一次我们以台积电来说的话 好上一波我叫你说在520块到547块一定要卖掉 为什么这一次我跟你讲说各位 到了700块附近的联发科 你一定要给我卖掉 你不卖掉后悔的是你自己 为什么我会跟你讲这个话 你现在能不能明白 当初投信本来就在这个所谓15475给他买进去了 所以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当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先买的时候 好不容易回到成本的时候 当然有一些会先跑掉 但是跑掉之后还有一群 还有一群 奇怪投信在这边跑掉之后应该没有钱 怎么还会有钱叫他继续买 从这里一路上继续买下来 那这个钱是谁的 我直接告诉各位一件事 这个钱是我们的 这叫做代操基金 这可能叫做代操基金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请各位留意一件事情 那么这里这一块全部也进入套牢区的时候 我当然认为说今天 以台积电所公布出来的一个营收 还有包含台积电今天所讲的话 那么大家都觉得台积电现在已经超乎原来的预期了 那么再去骂台积电真的没什么意思 尤其是说台积电有战争风险 我等一下正要跟你讨论这件事 台积电张忠谋的意思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那么台积电大家都担心说 一旦战争台积电全毁 那我问你一件事 台积电全毁的时候 先讲个笑话让你轻松一下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老师台积电全毁 那个大家都说要战争了 所以我们要赶快去放空台股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讲一件事 台积电总部如果毁了 请问南海路的台湾股票交易所 期货交易所还在吗 你还有地方放空啊 如果台积电毁了 台北市都找不到地方可以躲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有的时候股票市场里面真的走火入魔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必须要能够冷静 那么这一次因为他们有在这个地方做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市场是的确是有扭曲了 但是按照这个规则该怎么做我就会怎么做 我也希望所有朋友能够看清楚 那么我们的确是认真做事的人 甚至这个行情里面 今天我就直接跟各位分享这次转折的一个报告 那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 电视上不能讲的也写上去呢 那我请各位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 尤其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这个佛度有缘人 也不是每一个人 你不认同我们你就不用来拿 如果你要来拿的话 今天是一个转折报告 希望各位想尽办法能够了解我的想法 我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一个所谓混乱跟迷乱当中 我能够像上次一样清清楚楚的带你们走出去 那么也祝你也祝福我自己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来索取这个报告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4小时帮您解盘 RSI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投顾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地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在哪里 爱我做公民法官 我没有法律 一看着赤就想要睡 要怎样 不用烦恼啦 国民法官是大家经验和看法 只要你自己参与 就是揪到国民法官 我在教会 要讀赤就没问题了 是啦 安啦 快点 要讀赤就好 水泉转 水泉转 国民法官 希望您一起参与 那么我到目前为止 我必须要这么说 那么还是这个市场上面 今年各位值得看的节目 我不敢说什么叫最大赢家 或是第一名 我看隔壁每天都说 他是第一名 我就不相信这种情况 有谁是真的第一名 那三富从这个 所谓最低档涨上来的时候 涨了367% 我是从35块进去 35块钱进去之前 我有带各位去做凤凰 42块半进去 我想这个部分都非常清楚的 那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在今天有很多人说 哎呀 影响信心最大 是航空双雄突然之间跌停 我说这个方式 我已经跟各位交过恩赐了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件事 非常准确跟巧合 这可不能改啊 各位看到没有 1月24号 加州迪士尼与病毒共处 我在1月25号的时候 请各位开始进场长龙航 进场这个凤凰旅游 甚至进场三富 这是各位可以看到的日期 当时还在这里 你就自己去队了 因为还没过年 过年之后第一天跳空掌停 然后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日期更妙了 没有人戴口罩了 我还把这两张呢 来 不好意思 导播帮我看一下 我还把这两张做成未来 我可能教材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 请问各位一件事 9月19号凤凰在67块 三富在80.5是不是最高点 长龙航是不是在最高点 所以股上市场第一件事情 我从万海就跟各位讲过 第一件事情卖在最乐观的情况之下 乐观卖完之后 因为最乐观就是没有人戴口罩了 拜登跟你说的嘛 没有人戴口罩 美国没有人戴口罩准备要解封了 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解封行情 给反映完毕了 后来现在看起来 头信也动不掉了 那么甚至主力也动不掉了 所以今天第二件事情 才会主力出来卖 这就跟我昨天跟各位提到的 各位看到没有 2609阳明 各位看到没有 最早应该卖的时候 是十张里面有六个人 每十个人当中有六个人 十个股票里面有六个股票 六张股票是去买 长龙阳明瓦海 这个已经是过热了 后来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190块的位置 那么各位看到没有 昨天我也讲过这件事情 那么2636的台华宣布说我不认购 这个地方就是代表主力也出场了 是不是一模一样 最乐观的时候卖掉 现在主力也出场了 所以我认为观光谷 现在开始就进入一个休息的状态了 我认为观光谷 现在就进入休息状态 所以你也不必再 所以今天你说老师 为什么今天长龙行跌停板 我真的现在 如果你还是有这个问题的话 麻烦你来看一下报告 你应该要从头开始解决 至少我们做的方式 我还是按照我自己逻辑上面 去做一个思考点 各位来看一下 那么从昨天我跟各位提到说 今天大家所看到的美国股市 可能不会那么悲观 因为美国惊骗禁令 那么昨天从一开始我就跟各位讲 突然之间在这个所谓的国庆日的当下 那当然是因为美国本身政治 所谓共和党民主党 川普说他出来要和 要跟他们和谈一下 结果突然拜登变得很严 所以我说这一定是原则禁止 专专案开放 果然没错 那么接下来今天早上报到报纸 你看到了 对韩场开出的后门 那么在今天盘中的时候 因为现在都还没有文字稿我知道 引用非凡新闻的 他也提到说台积电在南京厂 那么昨天听到说 所有的设备通通都不能用 台积电在南京厂这个地方 也豁免出口新规一年 换句话说都是用原则上去禁止的 那说穿了一件事 也是要你习近平 也是要你中国跟美国去谈 不然的话就要捏住你的喉咙 我想这个部分原则禁止 后来会慢慢开放 反而很容易在原则禁止的时候 出现这个最大的利空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 台积电的表现还算是相当不错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 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 这个行情里面尤其是 那我刚才提到一件事情 说台积电有所谓战争风险 那张跑去哪里 这里来来各位看到没有 我现在要跟各位来谈一个 最简单的观念 我从学生时代就知道了 想请问一下各位怎么保卫台湾 保卫台湾真的不是我们去当兵就好 我们当兵当然是要当 我觉得没有一个政党敢讲 当一年很合理 我们都当两年了 哪有说我今天要保卫国家 然后我们高中生我们大学生 票投什么党我们就不当兵 这个不对 这个情况之下国家一定要有人保护 对吧 你要我去我也去 我55而已 没有什么 还是打得动 但是重点在这个地方 请问台湾怎么去保护自己 台湾保护自己的方式 中国大陆最反对的一个叫国际化 台湾国际化他就很头大了 台海国际化也是一样的情况 一个是台湾自己本身的一个武装 对国防比他更强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最讨厌 美国军售台湾让武装更强 跟台海国际化或台湾国际化 因为台湾国际化 什么人都跑来管 你中国大陆一个不可能打赢全世界 他想吃掉台湾就没机会了 我想请问各位一件事 这个是美国CBS在访问的 现在美国蓬勃也在讲 如果战争的话台积电被毁了 那出事情了 伦敦金融时报也在讲 台积电如果有事情 全世界经济震荡 甚至各位看到 日本产经新闻也在讲台积电出事了 全世界都会有事 我告诉你一件事 如果日本人不管 英国人不管 欧洲人不管 然后全世界都不管我们的时候 那才真的要全毁 如果每一个人都在关心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一件事 最危险的地方 反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各位注意一下下 各位注意一下下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我们从美国上面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 还真的有一点意外 第一个是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股市出现什么 恐慌指数 其实没有再更飙高了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你看晶片法案 可能会越来越松 我不敢跟你说 今天是不是就都不会震荡 也许明天是开低走高 还有一个新的低点 但是我认为低点就在这个附近了 第一个恐慌指数也上不去了 因为恐慌指数不可能比开战的时候来得更大 第二个 这次的晶片法案第一个要打的叫什么 叫做中国大陆 结果上台股市连续两天翻红 深圳股市昨天V转之后 今天继续翻红 要打的是什么 打的是中国大陆不能有AI 上汤科技涨14% 各位看到没有 子光国威因为没有长江存储 就是被点名了这两个最大的公司 因为没有长江 他只要找他的一个母公司 控股公司 子光国威也是连续两天大涨 而且涨起来也超过10%了 现在是怎么了 我们要打电话问拜登吗 你不是说要打中国大陆 结果中国大陆都没事 反而是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韩国有事 全世界的 你的盟国有事 所以我想他们可能也有一点茫茫的 所以就整体性的战略上面来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今天这段时间里面 前一段时间国安基金讲说什么超跌的 我是在听不下去 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跌了多少 但是现在感觉上 的确有这个类似的现象 注意台积电等五大全职股 我就不要一个一个点名 台积电 鸿海 那么联发科 联发科还有联电 甚至中华电信 那么甚至长荣 这些股票呢 大盘跌得这么深的时候 他们都没什么样 那么原则上来讲的话 股王该恢复正常也恢复正常 股王该恢复正常也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的都是比较贵的股票 已经连两红了 恢复正常的都是比较贵的股票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似乎我心里头应该有一点谱了 所以我看好的股票 我还是继续跟你讲我看好 好不好 我看好的股票 我还是继续跟你讲看好 面板已经到底了 我认为面板到底就是到底了 电动车一样给你到底 我想已经到底 我就跟你讲到底 我不会给你做任何一个改变 那么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所谈到的情况 那么股市不好 旧市措施会更强 不要让大家等 旧市措施要在股市之前 先拿出来 这样比较有气氛 我在国庆日等了两天 我想说 你们不是说要干嘛的 现在都不干嘛 我讲句实在话一点 这样子的确会影响到大家的信心 所以跟着一个所谓真正的一个聪明的人来做 跟着主力成本来做 你想知道四大八大甚至代超 他们应该怎么办 尤其是叉叉基金套牢 你一定要了解国安基金 现在不是你在那边看KDMACD 不是你看军线看K线的时候 现在是你要看国安基金的报告 国安基金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今天主要要写这个东西 偏偏我们在电视上不能讲得太多 我们欢迎所有朋友 我只能这么讲 佛度有缘人 那么牛也是一定要自己签 那么一样的道理 分享转折报告 今天要跟你分享 我也希望所有朋友好好的把握 还有各位看一下 该跟你讲的事情 我没有一件事情少掉了 我该跟你讲的事情 我没有一件事情少掉 9月19号没有人戴口罩 你该下车了好吗 当时还有一个讯息 全部的人赶快出三副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 那么看转折就要先看黄敬哲 财务指挥官等您拨拨再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黄敬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络诈骗猖獗 利用黄敬哲肖向发送赖讯息 提供不实的股票分析意见 或推荐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请拨打运达 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RSI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投资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各位观众 一下都是真式拍摄 台湾出球选手 邱立扬挑战 召果杯子 关电脑 想达人诉求 节奠的重要性 求录有机会 召果杯子 接下来是年纪 20岁台湾 一句莫说 好多只调